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一天 天气是十分的热 又是正中午气温至三十几度 没办法呀 孔子就带弟子们隔壁那个树林里面休息一下 等会儿再走吧 他们就进了这林子了 哎 这时候啊 孔子看到这林子里面有一个驼背的老人 手上拿着一个竹竿在粘树上的蝉 他每一次举干都能粘到那蝉的翅膀 可谓是肝不虚举 这肝子顶上了 自然也是图了一种特质的骄傲 孔子向前就问了 哎 老人家 您这粘缠的技术真好 敢问您是怎么练的呢 老人家说 哎呀 你要知道这粘缠的技术 讲究的是这个手腕的定力 怎么练呢 一开始啊 我在这肝子上顶两颗球 我要确保它们不掉下来 这时候啊 我粘十只蝉 就会跑五只 那接下来呢 我再加一颗球 哎呦 那时候啊 我粘十只蝉 就只会跑两三只了 到最后啊 我可以在上面顶五颗球 哎 那时候要是还不掉下来 我粘十只 顶多就偶尔不小心打个喷嚏 跑一只吧 那到最后呢 我用这肝子 我可以粘苍蝉 苍蝉飞着飞着飞着 我 把苍蝉粘到了 而且啊 做这个粘缠还有一个重点 哦 什么重点呢 就是啊 我在粘缠的时候 眼睛里面只有那缠的翅膀 一心一指 看那只缠 这样子 我怎么会粘不到呢 你说是不是啊 孔子听了之后 大受感动 急忙把这弟子们全部叫过来 哎 这位老者 单从这个粘缠的技术来看 可谓是专心致志 行神合一 读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上面这个故事留下了一则成语 叫做寇楼成条 寇楼就是寇楼病 据说就是因为缺少了维生素D 容易得到这种病 得到这种病的人呢 会头大 肌胸 两腿弯曲 四肢无力 腹部肿大 条就是知了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禅 寇楼成条的意思 就是鼓励人 专心致志 行神合一 这一期大话成语 就要这里结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